阅读理解总共会考察两大类的考题 一类叫做细节题 一类叫做宏观题 细节考校出题形式有很多 比如他就问你说 以下哪一项是文章中提到过的呀 对吧 提到过门审过 或者问你 以下哪一项是作者最有可能同意的呀 或者说通过作者所提供的信息 我们可以推断出什么内容啊 叫infer 再或者挑出一句话 类似于像逻辑题一样 问你以下哪个选项可以waken作者这句话呀 等等啊 这些呢都属于细节题的范畴 他们的考察目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想考察你 对于文章中提到的某一句或某几句话 是否能做出比较深刻的理解 类似于咱们上节课讲过的啊 比如文章里面呢会跟你说 小明在书店买了三本书 对吧 三本书啊 那问你的是作者提到过下列哪个信息呀 或者问你作者最可能会同意下面哪个信息呀 比如那答案需要跟你写 小明是出过家门的哟 家门啊 很明显当你能把这句话真正放到你的生活里 假设小明跟着你一块在书店买了三本书 那很明显小明是出过家门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一定是作者提过的 是作者同意的 也是能通过文章信息被推断出来的 所以考你什么mention的agree啊 包括infer啊 都是一样的啊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当然他也可能问你 这句话我们如何来去waken呢 这里就比较像咱们逻辑的问法了 但不过呢 阅读里面考这种waken的support啊 其实跟逻辑里面的某一点点很像 他只是考你 是不是能深度理解这句话而已 所以当问你waken的时候 他答案选项一定会写成 小明没有出过家门 相当于什么呀 相当于否定掉了一个文章里这句话 他成立的必要条件 或者说否定了文章这句话 他所包含的一个事件 自然就相当于削弱了这句话 当然他如果问你加强的话 那就跟问你什么infer或者grade是一样的了 你告诉我小明出过家门 也算是加强 因为这件事毕竟是这句话所包含的信息 所以总的来说细节题非常好做 只要你能把文章里面的事情 带入到你的生活里面 真正充分的把你已有的知识点跟信息 与文章信息相结合了 那自然就很容易选到 文章中的信息所包含的那个选项 咱们来举一个例子 这篇文章是我翻译过的一篇阅读理解 这个阅读理解本身是直面考试的真题 咱们看一下这道细节题 是怎么来去考察我们的 老规矩可以先点个暂停 把这个信息看完 然后把选项选完 再听我来说 暂停回来 咱们这个提问的是 一下哪一项描述了文章中所叙述的 在1920年以前 美国的周的情况 你通读文章之后会发现 其实在这个地方 会出现了在1920年前的美国的信息 说在20年前的美国 只有城镇化交叉的州 才会承认妇女友选举权 咱们在之前反复强调过 直面考试里面的细节题 通常来说不会重复原文 这跟托福雅思什么都不太一样 主要出答案选项的方法 就是出一个文章里面这个信息 所包含的一个信息 文章里面写的是 20年前的美国城镇化差的州 才会承认选举权 所以这件事包含的选项 应该是武艺选项 那些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州 还没有承认妇女友选举权 同样道理这个题也可以改写成 他问你以下哪一项 是我们可以通过 1920年前的美国推断出来的呀 他也可以问你 以下哪个选项 加强了在1920年前的美国的情况啊 或者问你 作者最可能同意 下面哪一项是1920年前的美国呀 等等都是一样 答案都是选意啊 都是你选择一个文章里面 这句话所包含的一个信息 除掉选项意之外 其他五个选项都不能 被文章的任何信息所包含 是 是